这个学渣女孩在试卷上乱写仪器 可考试成绩呢竟然是100分 更加神奇的是 她在试卷上写下的档案都会变成现实 考试第一题 问导国先任首相是谁 呃...那个叫什么犬来着 实在想不起来了 没穿那一索性写上了男友吉田的名字 结果第二天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 男友竟然真的成为了先任首相 他来到了学校 同学们都在讨论 自己班上出了个首相啊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怪事 美丽国的总统突然神秘失踪了 正当没穿蒙逼时 老实过来发卷子 平时一直不及格的他竟然考了100分 什么情况 自己明明就是胡编乱写了呀 这事才看到了第二题 美丽国的总统是谁 当时因为自己不会就没有填答案 结果总统就消失了 难道他写的答案都能成真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美丽国立刻拿出手机查询资料 把男友的名字改成了正确答案 果然下一秒 新闻上就报道男友被紧急死退的消息 借记码什么情况 为了让自己考试满分 世界竟然做出改变 梅川华一夜 这一切都和那个神庙有关 原来就在几天前 他和男友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小路 他们好奇了走了进去 发现这里面竟然有个神庙 作为学战的梅川内衣 就掏出来一枚硬币 许愿每次考试都能得到100分 结果愿望还真就实现了 可这样一来他只要答错一道题 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呢 这可不是他一个学渣能承担的呀 可偏偏第二天 他们又要考试了 梅川那一忐忑地接过了试卷 看到是数学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心想数学怎么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考完试后 梅川想着赶紧去取消卷嘛 昨天把漂亮国总统弄没了这事 现在还历历在目呢 可当他们来到神庙这里 却发现入口不见了 就在这时男友忽然大叫起来 梅川一转身 就看见晴空塔就跟吃了血脉一样 左右摇摆根本停不下来呀 那不出意外 这还是梅川的杰作呀 原来刚才关于晴空塔的那道数学题 他胡乱写的圆周率 这才导致晴空塔的数学错误 随时都会坍塌呀 他赶忙发出试卷修改了答案 结果晴空塔蹦得更欢了 最后还是在老师的帮助下 改成了正确答案 晴空塔这才恢复了正常 这下世界的命运都寄托在了梅川的手中 为了世界和平 他只能努力学习争取写对答案 可还没一会儿他又睡着了 这天放学回家 梅川刚刚打个电视 就发现人们都在疯抢荒原水 世界各地甚至发生了暴乱 原来他们今天俩又考试了 其中有道提问 比石油和煤炭更干净的气体燃料是什么 正确答案是天然气 结果他就给写上了天然水 直接又引发了资源危机 为了世界安全 他赶紧把答案改成了天然气 世界暴乱终于停止了 这天梅川跟男友走到神庙的位置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他拿出曾经那张五分的考卷 当时觉得分数太低 就把试卷给撕了 当他把试卷拼在一起的瞬间 通往神庙的那条路竟然又出现了 试卷上唯一作对的那道题 他当时是胡乱写的 没想到神庙的名字 竟然跟自己的答案一模一样 也就是从那道题开始 他拥有了神力 梅川赶紧跑到神庙前取消愿望 可什么也没发生 紧接着期末考试又开始了 这时他突然想到 之前许愿时是投了硬币的呀 是不是取回硬币就能取消愿望了呢 想到这儿 他飞快地跑出教室来到神庙 捡起旁边的一根树枝 开始打捞那枚硬币 眼看着就要成功时 一个不小心硬币又掉了下去 这时一阵刺眼的白光散发出来 梅川竟然消失了 镜头一转 教室里也空无一人 不仅如此 就连全世界的人也都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一阵风吹来 梅川的试卷飘落下来 原来试卷的背面还有一道题 问目前世界的人恐是多少 结果梅川走的太急 就没有看到也没有写答案 所以全世界的人口全部清零 电影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咱就说要是你也有这样的神力 你最想在试卷上写什么呢 把你的想法解在评论区吧